二来看到令人悲痛的消息 在金英酒店建教实习的黄姓高中生 4月3号坐上了街坡小巴要去上班 因地震困在酒区洞内 而遭到了落石杂重 双腿开放性骨折 一天一夜后才火救 并且紧急的医院来急救开刀 但是如今却是陷入了昏迷 而家属接到了医生宣布脑死都非常的难过 酒后的晚间家人们是选择让黄同学好好离开 特殊人员正要协助黄姓高中生脱困 但一碰到他的腿就让他痛得大叫 他跟Bone那边联络说 因为他大腿骨折双脚open 腿部多处骨折有开放性伤口 紧急被送医后一度没了心跳 中叶科摩抢救五天过去 却被医师宣布脑死 地震当下距石崩落压住黄姓高中生 他整个人无法动弹 手机没有讯号也没办法和家人联系 就这样被困在酒区洞内一天一夜 躺在病床上身上缠满绷带掉着点滴 家人在一旁神情紧张 黄家安今年高三在精英酒店建教实习 当天和同事一起搭巴士上班 没想到每天的必经之路 这回却碰上天灾 过去拍摄影片跳舞看得出是大家的开心果 黄同学个性开朗活泼因家境清寒 平日靠着建教合作打工赚钱来养活外公外婆 刚准备进入大学 他的青春人生还没开始 却被宣布脑死 家属心碎但还是得做出决定 黄家安不只为家里带来欢乐 更一肩扛起家中的经济重担 校方表示由于黄家安家境清寒 校方也将提供协助 希望能为他最放不下的家人做点什么 记者综合报道